节肠癌手术后一定要化疗吗?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孙学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主人医师 化疗是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法之一 但是节肢肠癌手术后是否需要化疗呢? 应该根据事后的评估 病理分期综合判断 对于分期较晚有淋巴结转移 或者有神经侵犯等的情况呢 只有病人的情况能够耐速化疗副作用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进行化疗 如果病人一般状况比较差 这时应该以恢复病人的一般情况为主 待情况好转 能够耐受的情况下 再去接受化疗 一般结肠癌 我们主张先手术 根据事后的分期是否需要化疗再进行选择 治疗癌 特别是中下段的治疗癌 手术前我们通过影像学检查 一般讲是T2到T3和周围淋巴结有转移的情况下 建议手术前进行方化疗 特别是手术前我们发现肿瘤局部的活动度交叉 这种情况先进行放疗和化疗后 再进行手术 它也提高了切除率和保管率 远新的提高了病人的五年生存时间 感谢观看